发尾部分呈现极度受损,并且受长度的影响,所以给人非常厚重的印象效果。 而且,从总体发型来看,上面部分没有蓬松度,所以导致脸型也呈现出偏长较大的印象效果,颧骨稍有突出,同时侧高骨也是呈现较明显的外突状态,所以头骨很容易给人留下方形的印象效果。 在脸部的中心位置设定蓬松度,从而能弱化侧高骨过突的线条。 后驱轮廓,设定后驱长度,在耳下分出第一层区域,将此层的发片长度设定在肩膀左右,并沿着头骨形状进行修剪。 进行此操作时,相对头皮零角度提拉发片,并注意控制提拉发片的手保持让发尾不要翻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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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 dollar� caso呈现,并不来翻翼,摄 det Chiabot 后驱缺点完后,做减车轮轨ери 同样,将发片针对头皮零角度,向中心方向45度角提拉,之后,确认修剪发尾,再提拉侧枝发片做发尾的线条确认检查修剪。此时,要注意轮廓线形状的保留。 后驱顶顶,平行地面提拉发片,垂直地面的切口进行削剪,以刚刚削剪过的发片作为导线,进入第二个发片后,向后梳发片,并向后方形提拉进行削剪。 鼓梁区 进入侧区鼓梁区,从耳后开始截取发片,并将耳周围的轮廓线与侧顶顶中间部分做去角修剪。 因为是在耳上做导线进行修剪的,所以,用放射状提拉发片来进行修剪,轮廓线也不会被破坏。 光差已经开始掉那种轮廓线,更发沙漾。 仍然是从耳后的变化片来进行削剪。 进入侧区轮过线 以耳后的法术长度为导线 并将法片稍微向后提拉来进行修剪 侧区受耳朵与耳周围法界线形状的影响 所以在湿的状态下是直线的 但是在根的状态下也容易呈现前短后长的线条 因此在修剪时要设定偏前长后短的线条 这样在吹干后就会呈现自然的直线线条 进入刘海 离开顶点前20亿的位置为起点 到两眼角做分析 并将中心部分的刘海长度设定在下额位置 并与分析的眼角部分的发位做眼睛修剪 侧高弧力上区域 取黄金点的发片作为第一个导线发片 并将此发片平行剔面 以来自行修剪 从第二个发片开始 将顶点的发片作为导线 以三角形式发片 并以放射状 提拉自行修剪 同样都是保持与顺面平行角度 来进行操作 打得签 4 打得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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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头顶中心发片 将黄金点的长度作为导线 随时并面提拉进行削减 而本次在新整检巴西时 也将发片做了向上提拉削减 所以点周围的长度保持不变的同时 呈现出层次状态 从而顺略出轻薄效果 顶须 将侧高谷以上区域与头顶三星导线做连接 将侧高谷上侧长度和中心导线长度的三角位置底上 确认发片角度 并以放射状提拉削减 高谷再称 抗法 从底区开始 取出尔下第一个法片 以低角度提拉 发尾卷 从发尾开始1.5圈 进行包发尾卷道 因为修剪时 整体的盆松度位置较低 所以卷道时 就没必要在此区域卷道发根 只需要针对发尾进行操作 后区 以耳朵为界线的后区部分 全部都以低角度 发尾卷 包发尾 1.5圈来进行卷道 不需要卷道发根 只需要发尾处呈现出卷曲度效果 通过上下发尾的线条叠加 来创造出形状 并且要结合本身修剪线条来进行卷道 侧区 以侧高谷为界 分上下两区 并平行修剪线条 以低角度提拉发片 从发尾开始 到接近发根位置卷杠 设定1.5圈 注意根据设计选择钢子大小 注意根据设计选择钢子大小 选择钢子大小 并注意排钢时 要与第一层的钢子产生叠加状态 不需要卷道发根 第三层 平行地面提拉发片 从发尾卷到发根 设定圈数1.5圈 同样注意根据设计选择钢子 虽然第三层也是以1.5圈来进行设定 但是 此位置的发片长度 与前两层长度是不同的 所以 同样要注意钢子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刘海区 将发片提拉至与头皮同样的高度 并采用发尾卷 卷道发根 但一定要注意的是 刘海区的卷区度不能过多 否则 会给人较老的印象 卷道结束 结合修剪的基础线条来进行卷道 本次是在保留基本修剪线条的同时 只将发尾做抗发处理 通过发尾卷区度的呈现 来达到动感 立体感呈现的补足作用 可以说是简派的刘海区度 可以说是简洁的创造手法 完成 鞋发线条的拨布并结合了 并结合了烫发 展现出强烈的空气感效果 虽然将整体盆松度位置设定的较低 但是 因为在脸周围 耳上的亮感做了整体的调整 所以 又不会给人过于平面的感觉 并且 通过烫发 将侧区的盆松度位置 调整到侧区正中的位置 从而是搏紧线条 看上去更细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